至清晨四点多 新北市巴黎长坑口 这个公寓起火燃烧 火势是迅速的向上来窜烧 二三楼也跟着起火 把南屋主呢从火场中 目前我们得知消息是中了出来 我们立刻连线 周瑜主播告诉大家 于如今 好的 主播这场巴黎火警 发生在凌晨五点左右 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浓烟窜出火蛇 不停从建筑物里冒出来 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人员紧急出动 一度还传出有对老夫妻受困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现场状况 幸好当时赶紧家派消防人力进屋 搜救发现南屋主躲在一楼的浴室里 用湿毛巾污住口鼻 消防队员赶紧向他抬出屋外 送医只有呛伤没有大碍 而老太太刚好已经出门 没有受到波及 而屋主向警消公称 当时在一楼的客厅沙发上睡着 而不小心扯到了电话线 之后就发现沙发底下开始冒烟 用水桶想要泼水尝试要灭火 但是火势反而越烧越大 他才赶快躲进浴室里面避难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紧销 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以上现场最新一新当时间 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看到这新北市巴黎公寓有 窜出了大火 有男子躲在浴室 后来呢是终于保住一条命 谢宇如连线报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